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保护自己 远离疾病威胁 开启投资新事业 再创获利新高峰 登峰造极 欢迎收看登峰造极 我是黄宇凡 今天是8月17号礼拜二 那我们的大盘到底是什么时候才OK 大家在想嘛 第二 融资减肥的程度OK吗 第三 自营商你们在卖什么呢 在卖内支 不是他人家本来就要绩效 甚至有些是亏损干脆卖一卖 好了我们现在更理性的来看 所以在这个下修的九天里面 我们发现一件事情 就是股票呢 不管他基本面是怎么样的 原则上都会拉回 那第二 那拉回的时候筹码的结构是相当重要 所以他拉回的过程里面呢 他如果说直稳了 他开始进行反摊 有的是不断的可以创新高 就是波段高 我可以拉回 我前面就涨很凶 我本来就有个题材 那个题材还在 那么我的获利也不错 所以在这个情况之下呢 就会发生一件事情 如果昨天你有看节目的话 你就知道我在讲哪一档股票 等下说给大家听好了 那还不是重点 不是回到这里来 我再讲一次啊 很简单啊 你看喔 那个供给上升 需求下降 价跌 对不对 我股票是超多人要卖的 但是呢 没什么人要买 需求不多 需求没有 没有要买股票 我要买股票 价跌 好不好 来反过来呢 我没有要卖股票 但是买股票的人很多 价长 这跟我们的产业 有没有关系 不就一样 意思都一样 它是不变的定律 如果这样子来看的话 对 那种卖卖卖卖卖卖 卖无可卖 什么叫卖无可卖 当融资的维持率不足的时候呢 你必须就选择两件事嘛 一自己处理嘛 二券商帮你处理嘛 这是融资 如果价格再往下走的话 当然它面临的问题是这样 我在这几天我有看到 有些融资的维持率 确实都已经差不多了 也要跌破了 那我问大家一件事情 整理到这边叫做末段 那么末段以后呢 会发生什么事情呢 就是整理完毕 就是反弹啊 不然呢 对啊 这叫末段 我先告诉大家 已经叫末段了 股市没有一直在跌的 因为整个基本面并不差 你反过头来看很多的公司 我就觉得说 哇塞 这超便宜的 难道现在没有人要买吗 那我来带我们的会员去买就好了 我讲真的 有时候会觉得说 大家会不知道出手的timing 然后我觉得 杀了差不多的时候 应该进场就是要进场 好吧 我们来观察一下 我觉得在经验盘式上 我在观察这件事情 昨天我在讲 讲一档股票 我相信大家都很清楚 他就在八月份我选择的 有三号 总共有三号 他同一个系列的 特工一 特工二 特工三 对吧 这你看过的 那么在讲都在这里面 还有电池概念股 对吧 如果讲到电池概念股 我们要谈论的话题 一定是电动车 新能源车 不是吗 所以我们当初选择了什么 我们当初选择了康普 我们也选择了美琪码 我们也选择了电解 添加 电解液的添加剂 那个叫聚合 所以 他就会一号 二号 三号 那大盘在拉回的过程里面 他们当然也会拉回 但重点是 为什么美琪码可以创新高 昨天不是创了波段高 今天再创波段高 我怎么那么强 对 等一下 那关乎到我们讲了 过去我们常在跟大家讲一个观念 那就是那个产业趋势没变 但是他营收获利变好 在这个情况之下 当然了 我股价是有可能持续往上走 昨天给大家看的是这一张 叫做8月10号礼拜二 所以我昨天在电脑上也画出来给大家看 昨天创了新高 可是呢 昨天创新高 所以今天怎么样 今天不可以再创新高吗 谁说底 谁说对吧 再创新高 盘中再创新高 那我们回过头来 请问美琪码 他上半年赚多少钱 赚到两块没有 不是一块八毛几吗 对 那股价已经来到这个位置了 等一下 那赚的比他多 也是跟电动车相关的 可不可以也是往上走呢 他可以回到百元俱乐部了 我讲个小话故事给大家听 他叫特斯拉 特斯拉新闻超多的 有时候是利多有时候是利空一大堆 我现在跟大家讲 很重要一个关键点 这些都是特斯拉供应链 当然有一些是还没补充进去 我给大家注意看一下 讲到新能源车 我们现在讲到为什么这个电池概念股 所谓的电动车的电池材料的美琪码这么强劲 他走的是正级材料 大家都知道 硫酸菇硫酸涅 我过去我在那个散顾特工队节目里面 有特别做了一集节目 在YouTube频道上 我做讲的是产业趋势 我在里面谈的是电池 我那一集主角叫美琪码 美琪码有谈到一件事情 就是你知道吗 那菇矿很难取得 所以我们基本上 特斯拉他使用的三元电池 但里面含有菇 对不对 含有涅 那等一下 菇矿难取得 那我要提高涅的比重 好吧 那当然了硫酸菇硫酸涅 这些都是康普美琪码 他们在做的 但是基本的重点呢 美琪码他做了一个设备 设备是提供给 我是过去有讲过这个故事 提供给这个厂商 我本来就供货给你的 对吧 然后因为你的 所谓的工业的废水里面 我们可以做回收 他这个设备就是回收 回收要收什么呢 再把菇给收回来 回收菇 然后呢 我这个纯度是一样的 我跟你讲 我在卖给你 但是我保证卖给你价格 你只要让我去回收 放个设备的话 这故事我曾经讲过 所以这个东西有没有效 它是有效的 推广期间会比较慢 但是慢慢慢慢成效看出来以后 所以厂商很愿意跟他配合 所以就造成什么 获利开始增加的原因 那么因为这样的电磁材料 我讲所有全世界的矿产都一样 哪有这种 你这样开发 这样子源源不绝的 他自己会长出来吗 跟长水果一样吗 不可能嘛 除非你发现新的矿产 对吧 好吧 那所以他越用 越用他会越少 所以大家在思考 那下一次原料要从哪里来 这是一个故事 所以造就什么 造就电动车的电池材料 他们在这段期间 他们直吻以后 他往上反弹 那美其马是一个代表 所以大家几乎都在谈论美其马 因为好像没什么好讲的 是不是 回过头来来讲 今天我有做一个动作 今天是礼拜二 等一下 今天礼拜二 每个礼拜二呢 12点 也就是盘中的时间 我会有一支新的影片出来 今天也是有一支新的影片出来 今天我谈什么呢 好了 我先跟大家讲一下 因为现在我直播的时间 是下午2点了 所以那影片已经出来了 我现在 如果你还没有看过影片 我大概简述给你听 12年前 美国有一家公司 跑到台湾来找了这个厂商 那么当然他认为说 在台湾的做出来的东西呢 这个性价比呢 CP值比较高 所以呢 如果你要找更便宜的东西 你可以去中国对岸去找 那对岸的价格 绝对比我们台湾更便宜 因为要比价格 谁比得过你嘛 对吧 但是你要比品质呢 如果这两项 要同样的来一起比呢 对不起 那叫做性价比 就是CP值 谁比较高 当然台湾做的比较高 CP值比较高 那如果这样子的话 那一家公司 12年前跑到台湾来找 跑到张滨工业区 找到一家公司 那家公司那时候股本的十几亿 十几亿 我要做什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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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好吧 做什么 好啦 那我们要研发对吧 我们要研发产品 来我们研发的一种东西 居然花了七年 那么七年花了多少呢 15亿的股本 你说他花多少研发费用呢 花了七亿 天哪 半个股本都花了去了 所以呢 大家就觉得说 哇你这样子 你这样聊下去以后呢 你就是花这么多钱 花了七年研发这种产品 不错吧 你搞了一个实验室 里面弄了个大烤箱 把那个东西 做好东西 把它丢进去里面 一百度温度测试 各位 我们台湾公司是这样做的 所以你要觉得说 你不是公的吧 花了七年时间 花了七亿 你股本才15亿 所以你这样子发起来 你会赚到七亿 对不起 刚开始才赚几千万 两千多万 这会做的 对一下 这可以做吗 这生意可以做吗 如果今天是老板 你愿意这样做吗 我相信很多台湾的企业家愿意的 为什么 我要的是未来的订单 我愿意花这样的钱 我重视我的研发 我甚至要考验我的产品 我说我要特别搞一个国际级的实验室 来测试我产品 看不看用 因为很简单 这家公司叫什么呢 12年前来到台湾张宾工业区来找这个台湾公司的 他要找CP值高的产品的 这家公司叫做 这家公司叫做 特斯拉 OK 那就是车子了 好吧 12年前的特斯拉 所以12年前的特斯拉 你会不会觉得他很厉害 好像没有 12年的特斯拉 12年前的特斯拉 他还要求的产品怎么样怎么样 所以你做出来了好吧 你做出来他觉得这个CP值高 然后开始我打进他供应链了 然后就变长期配合了 所以特斯拉只有车子吗 不是 他还有什么 他还有除能 什么太阳能 对啊 对 所以我不但打进他的电动车的供应链 新能源车的电动车 我还打进他 太阳能除能电池里面的连接线器 所以这家公司叫做 建核心 建核心 我要充电枪 因为为什么上面打充电枪 因为大家听到建核心 第一个会把等号等于连接到充电枪 是不是这样 对 所以没有那样的基础 怎么接得到特斯拉单 而且长期来配合 所以如果这样子看 刚才讲的美其马康普聚合 他们是一个代表 就是电动车产业里面一个重要成本 那个重要成本是来自于所谓的电池 那么电池既然占电动车成本这么大 在这样的情况之下 他需求很旺 所以他是一个题材 当他是一个题材的时候 我们要考验的就是说那你的获利能力 营收获利的就发现一件事情 请问美其马的股价现在有没有比建核心高 有的 那我请问大家 如果美其马的股价现在比建核心高 所以建核心赚的比他多 所以股价并没有美其马这么高 那未来有没有机会说 不可以这样比 因为两个是还是在不同的产业 但为什么不可以这样比呢 我现在举个简单的例子 曾经你在百元俱乐部 三位数 后来你拉回到百元俱乐部 退出百元俱乐部 你到二位数 你退回到二位数 请问是什么原因 是业绩衰退吗 是因为没有订单吗 是因为什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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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不起都不是 都不是 那请问是为什么 因为大盘在跌 很多公司都是这样子 因为大盘在跌 大家都持股都没有信心了 所以都把手中股票开始丢 尤其是使用融资的 融资的最怕的 融资我先再讲一次 短线上因为融资担心 他会先出 那你筹码有点乱 所以就出出出出 等一下停止吻了 你就出 请问大家还要不要卖 没了吗 要不要再卖一下 没有了没有人要卖了 那我要开始进攻了 对不起你凭什么进攻 像美其马也是 就卖卖卖卖卖的 等一下 没了 现在等过头来 要买的人变多 他就开始股价往上推 他就创新高 对吧 我举个简单例子 好吧 既然如此的话 建核心的上半年 他的美股获利 已经接近他去年的全年 那如果你这样子来看的话 再加上7月份 7月份单月的获利 税前大概0.7几 0.74吧 我记得 如果再加上去7月份的 他已经超越去年全年的获利了 再加上他的产品结构的内容 所以你光想到充电枪而已 对不起 因为我们的节目时间有限 如果你要看完充分的产业的说明 他到底里面有什么内涵 麻烦各位 请看YouTube频道 散户特工队 今天礼拜二 今天12点有播一集新的节目 麻烦自己去看一下 我怎么去讲建核心这家公司 好吧 就我觉得很简单 道理很简单 就是股市是这样子 涨涨跌跌非常正常 平常心看待 如果今天你手中握的是现股 你这家公司的这个 未来产业情景相当不错 而股价却因为整个大盘环境而拉回 在这个情况之下 我并没有建议大家去卖 就很简单 你说股价节节败退 我要设停损怎么样 那个是融资 我先跟大家讲那是融资 因为基本上 反弹能力强的股票 它一定有强健的体质 短线只是筹码的关系 对吧 有可能是法人出托持股 他不得已 破线他城市交易 他必须要卖出 所以大家觉得 法人很厉害吗 No 法人不厉害 我再告诉大家 他也是研究产业基本面 但是碰到技术分析的时候 怎么做 很简单 城市交易 破线卖出 对吧 突破买进 会有点像什么 最高杀低 对的 他才是最高杀低的 好吧 是这样子 对 所以你要跟法人一样吗 你不需要城市交易 你现在要搞清楚 你手上握的是什么样的股票 有没有未来 这是比较重要的 好吧 那既然前面已经跟大家说了 我们在八月份曾经执行过 所谓特工一号 二号三号 全都是电动车系列 那么刚才所跟大家谈的建核心呢 他其实跟电动车 新能源车 跟所谓的绿能都相关 所以这两块是长期趋势 所以没有太大问题 而股价却修正以后 我发现一件事情 就是当我们要去买股票的时候 我们会犹豫 这个时间点该不该进去 对吧 你说今天大盘这个样子 你该不该进去呢 很多股票都开始转强了 这是一点关键 不要说大家都在弱 弱的时候呢 开始弱弱弱弱弱弱弱 不弱 稳定 等一下 稳定 那这个时候呢 我们就要开始注意 股市的反弹契机即将来到 开始弹的股票 刚开始不会多 几支特殊的股票 你会看得非常清楚 美其马什么什么什么 看得超清楚的 对吧 什么过去的金 有那个 有那个日日的 那三个金的 有些股票开始弹上来 对吧 你就会仔细看 这是不是机会 这是机会 我告诉大家机会要来 你自己要把握 为什么 已经跌了这么一大段了 对吧 你说他不会出现反弹吗 会的 会在各股身上先出现反弹 尤其是中小型股票 那如果这样的话 那我们是不要掌握 当然要掌握 好吧 要弹吗 就不能弱弱的弹 要吗 就给你强力的反弹 对吧 八月的晴天飞梭 来我现在放在这 来注意看 八月晴天飞梭 有点会像你 之前你在看 特工三号 我跟大家讲 那时候是盖着美其马 我跟大家讲 美其马盖着 那今天 你说大凡跌这么多 美其马反向在创新高 在这个过程里面 你会发现 我找到对的股票的时候 那看你敢办操作 不是吗 对啊 好吧 那我还是要跟大家讲 我找到一档对的股票 你敢操作吗 因为他要强力反弹 你说我敢 烂来 请打电话 我不敢 那就不要打电话 有没有很简单 非常简单 我要操作 八月晴天飞梭 因为他会强力反弹 各位 如果你说 我要操作 我要进去买 那OK 明天 先跟大家说 八月晴天飞梭 所以怎么样 今天请你打电话 这样子有没有简单 超简单的 对吧 好吧 那这样子 那是该打电话了吧 对 进广告 打电话 待会儿 再回来 全民防疫大作战 共体时间 共渡难关 888帮助您度过最黑暗的时刻 作战专线02 8512 5858 8512 5858 Live直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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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复 来复直播 立即上线 亚太国际证券投顾 欢迎乎服务 欢迎乎立临 请搜索关键字 亚太国际投顾 顶尖团队 顶级享受 软体下载 专业研究 亚太国际证券投顾 零二 8512 5858 全新的操盘策略 全新的尊荣服务 创意理财 尽在亚太国际投顾 零二 8512 5858 看全球财经台 除了家中有线电视之外 您还可以这么做 网路影音平台YouTube 能上网就能看 而且免费 改变收视习惯 就从全球财经台开始 开启投资新视野 再创获利新高峰 登峰造极 好 回到现场来 那如果讲到电动车 那当然国内现在 目前最积极的集团 当然就是鸿海 那我想鸿海 这个消息面不断 那当然新闻也出的很多 那我们就要去预设 他鸿海未来要出电动车 对吧 请问鸿海出电动车 是帮人家代工 对啊 他有一些零组件的策略联盟 那我们来看一下 鸿家军本身 跟电动车相关的这一群股票 你会觉得 有的股票之前有涨过 现在拉回 到底可不可以注意 我觉得可以 第一件事 我觉得可以 而且鸿家军他内容相当不错 整体来看 整个鸿海集团的内容相当不错 可是我们如果回到一个本质上来看的话 刚才我不是形容一件事情吗 如果我们去看一个本质 那对 那同样要做电动车 他本来就是电动车 对啊 那是各方人马 各个车厂都想要打掉他的 叫做特斯拉 是不是 所以以特斯拉供应链来讲的话 他本身是特斯拉供应链 未来他有可能成为 其他车厂的供应链 而且这里面的一些个股 本身就是 我不单纯只是特斯拉供应链 我本身也是其他的这个车厂 他现在准备进新人员车的这个供应链 所以我们整体来看 整个的这个所谓的各个产业里面的各个股票 他们的内涵不同 所以他所接触的厂商也不同 现在发现一个问题 就是为什么在近期 这些股票 是拉回的过程里面 你就会感觉奇怪 我还是形容一件事情 大家有没有觉得 在前一阵子 从上个礼拜到昨天 你都会发现一件事 就是这些公司是不是要倒了 不然股价怎么都一直往下跌 然后突然发现盘中有低点 就一直灌 灌下来直稳以后 开始往上拉 但他不会一口气上去 对 怎么会这样啊 是 我就跟你讲了筹码结构是这样子的 你必须要让卖压给消化 什么叫消化 他卖卖下去 你要看到那种不断的往下 往下灌的那个市价在卖的 对不起没有到跌停 卖完了 这样子 他还没有到跌停 他就卖完了 那开始有人在买 所以他会买上去 他回去 所以每天看到低点 那时候他会拉上去 各位 那些有买盘 有买盘 如果真的一档股票 是有超多人要卖的话 对不起 大家如果急着卖的话 一下就到跌停了 因为下档没有人买 没有买盘 所以现在发生一个什么状况 对不起 就是我们成交量是不足 明显不足 因为过去在沙盘的时候 通常我们碰到一件事情 就是沙盘灌下来200点的时候 那个量的你会跑出来 因为有人卖就有人买 对吧 他成交量会变大 沙盘的时候 这次怎么会这样 沙沙沙 没量 沙沙沙 量也没有很大 虽然你看起来现在量 好像也不错 可是要跟前一段时间来比的话 是不是沙沙亮说 对 请问为什么 因为少了很多当冲的人 那请问为什么少了很多当冲的人 第一个 我们那时候来讲当冲税制的问题 对吧 其实不是 那不重要 为什么 因为当冲没赚到钱 不然你去看新闻在播的 到底有几个当冲说 我现在站出来说 我有赚到钱 你看到每个都叫写类史 当冲写类史 最近看到一则 一个女生 她花了多少钱去当冲 我也看到一个网红 她花了几个礼拜去做当冲 赔了三十几万 对啊 你觉得当冲很好做吗 对啊 那你在走顺风 因为顺风的时候 航海王有多少操作 超好操作的 可是当我们发现 她越来越难操作的时候 当冲的人 她已经输钱了 她会选择 我不要做当冲 你觉得当冲没有压力 各位你想想看 如果今天你在看电视 你是在当冲 前一段时间当冲很开心的 到后一段时间 你觉得当冲根本赚不到钱 等于是之前赚的都赔回去了 在这个情况之下 你还会选择要当冲吗 不会 你会冷静思考一下 我为什么不做波段就好了 我冲来冲去到底谁开心啊 震建公司 最开心 因为她要做你的成交量 是不是 好吧 那既然这样子 她开心我不开心啊 我当初我没有赚到什么钱啊 是吧 对啊 那我们回过头去冷静想一下 如果我们回归到产业面来看的话 那现在这些拉回的公司 他们的价值呈现没有 也就是说 我当我要进场的时候 我想说 上半年 我们不得不追高的原因是什么 因为 我不追高就没有 它就上去了 还也说得好啊 因为你不追高它就上去了对吧 你就是每天看它上去 再上去 再上去 什么意思 创新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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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你如果在原地等的话 对不起它不下来 你只好去追 你追到了算你的 对吧 追到了 它还有新高 这超爽的 然后呢 还有新高 对吧 上半年是这种走法 可是来到下半年不对啊 你接了以后 它有 拉回 它再有新低 它还有新低 刚好相反 可是呢 我们如果回到基本面去看待的话 请问 是他们公司大幅衰退吗 只有少部分公司大幅衰退 很多公司都是正向成长的 利多不涨 反跌 我问大家 如果一家公司 上半年获利不错 七月营收也很好 基本上创新高 结果股价反跌 那你基本上 大家在思考一件事情 现在是农历七月是吗 我们怎么思考模式不太一样呢 我们到底用什么思考模式呢 利多不会涨嘛 碰到大盘风吹草动 它就开始跌嘛 筹码都不稳定 可是慢慢会趋稳 我现在跟大家讲 它会趋稳 趋稳定就是筹码的卖压 消化完毕 接着 买盘就会进来了 因为 股价已经修盛到便宜的境界 那什么叫便宜的境界 你去想一下 上半年你必须要去追高 现在你只需要手插的腰在里面看 直稳了没 差不多了吧 不是吗 如果是这样 那我们就要思考 我现在要介入股票 它有一个强力的反弹上去 短线你可以赚到反弹波 各位 这是很重要 如果假设 这段期间 你受尽了委屈 我明明手上拿到好的公司的股票 结果股价是节节败退 终于它直稳了 那现在要报仇 要怎么报仇 你要找到会强力反弹 不一定是你手上的股票 你说我的公司体质不错 可是筹码结构不对 而且买盘还没有进入的时候 它还是在整理 好吧 那有些股票 它已经准备要反弹了 而且是强力反弹 强力反弹 最容易形容的一件事 你一定懂 股价质问以后 第一个 攻上去 接近涨停 甚至就直接到涨停 这叫强力反弹 因为什么 往上攻击的时候 中间没有太多卖压 它可以穿架而过 直接上去 各位 这才叫强力反弹 所以我形容这种股票叫做 晴天飞梭 是吧 那好吧 那我们是要做晴天飞梭吧 好吧 请你把你的安全带绑 我们准备发射 好吧 晴天飞梭 中部的游乐园 对吧 各位 八月 晴天飞梭 请你今天 务必要打电话 明天 强力反弹 你的晴天飞梭 记得 节目结束之后 请你播通电话 打你的晴天飞梭梭 非常感谢大家收看 我们明天见 本公司与所推介分析之个别有价证券 无不当之财务利益关系 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 投资人应独立判断审讯评估 并自负投资风险 请不吝点赞 订阅